我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跟那保安 我就用了刚才老师您说的 那谈判 我就说我 我从特别远的学校 赶过来的 就是慕名 专门想来听您的课 如果要是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得到的话 再回去 还得坐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 而且我没吃饭 挺饿的 这其实就是失落 老师 我还给他看 我上堂课的笔迹来着 证明我真的是想来听课的 那他就让你进来了 没有 其实上一堂课我 我 我骗他我才进来的 他 他记住我了 没让我进 那我就跟他实话实说呗 一聊发现我们俩是老乡 而且他以前也是 干我们这的 后来就聊聊到他家 他父母啊 孩子什么的 后来想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 我给他买了根冰棍 好 Aven子 你这儿是老乡的 你的方式还真多呀 我看你这不单是示弱 还有行贿吧 应该告诉保卫处 把那个保安撤职 行贿呀 这不叫行贿啊 老师 我 我不觉得这叫行贿 那你觉得 这不叫行贿 应该叫做什么 这是人之常情吧 老师 我觉得这是 人跟人之间沟通的 一种方式 我上次我骗他 确实我错了 我给他买根冰棍 就当是赔礼道歉了 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送快递的 这种事家常便饭 抢单 收单 送单 免不了别人白眼 笑话 嘲笑话什么的 那这样怎么办 那就点头哈摇 那笑呗 别说买冰棍的 只买大西瓜 那都经常发生的事 其实啊 老师 我们没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能 争取别人的信任 争取别人的支持就行 信任 理解 何欺难哉呀 是 我们生活中都觉得 自己比别人聪明 其实生活中啊 谁也不比谁啊 这种聪明多少 你要把别人当傻子 那就危险了 你就在别人眼里 那就变成真正小丑了 我来说你 多谢你 我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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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冰棍的 刘远同学 刚刚的掌声 就代表了大家对你的接受和信任 请坐吧